透過畫面可以看到警方 最近宮廟內查起一名通氣犯 這時眼尖的同仁望向神明桌 經見另外一名男子蹲在桌下 實在太不尋常 趕緊盤查 這才發現他也是名通氣犯 當場逮人 31號晚間新北遠景巡邏 史在中和宮廟附近 發現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一查發現他有通氣詐欺的身份 而過程中又在神明桌下方 發現另外一名傷害通氣犯 將兩人尚靠帶回 帶來聽段訪問 通氣在案東躲西藏 神也幫不了警方訊後 將兩人分別送往基隆地方法院 及新北地檢署歸案